任何圣灵的工作超过圣经的教导都要停下来 没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可以超过圣经的教导 牧者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系统神学的训练很重要 解经学圣经神学的训练很重要 还有第二 牧者一定要安得在一个权柄之下 我们的牧者很大的问题就是 除了上帝以外 祂最大的 上边没有人 所以没有人能够来告诉祂 祂的问题在哪里 祂的需要在哪里 上边要有一个圣灵 那个圣灵说什么祂都要停 祂要有一个属灵的师父 来做祂的遮盖 不是嘴巴说说 是真的顺服尊荣 那个长辈 也许那个长辈的恩赐不如祂 但是那个长辈跟祂说话的时候 祂要停 而且一定要知道 不是灵都可信 这是上帝圣经教我们的话 总要试验 他是不是出于神 而且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是上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要知道圣灵的工作 那个工作极其的宽广 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学习 任何圣灵的工作超过圣经的教导 都要停下来 没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可以超过圣经的教导 圣灵尊重祂自己说的话 圣灵受祂自己说的话的约束 就是伸开你的翅膀 迎向圣灵的风 勇敢的在圣灵的这个气流中间去翱翔 但是永远要谦卑 圣灵的工作不是来尊荣你 来让你被人看见 圣灵的工作是要让我们一起去尊荣耶稣 有一点圣灵的恩赐 不要骄傲 教会有一点发展 越发谦卑 不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 要让别人看见耶稣 感谢您的订阅和鼓励 我们才能持续做出优质的影片内容 若您有感动 欢迎点击下方 奉献连结 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愿神祝福你 阿们